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计划每年重点培训5000名农业农村带头人 我是空中自行车道获2017年中国人居环境奖 我是将在医保管理领域引入人脸识别核实身份 清除只挂名不做事的强上医生 本月起我是岛内开始全面推进农贸市场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运工作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7年11月16号星期四 农历9月28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祥安机场快速路是正在建设的祥安机场的对外连接通道 列为省市重点工程 记者从厦门路桥集团了解到 祥安机场快速路南段工程进展顺利 目前已基本完成香梁下部结构施工 进入上部结构香梁浇柱将在明年底实现主体合笼 而北段工程也计划于年底开工建设 这处正在投入香梁施工的是祥安机场快速路南段的一节跨海引桥 4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支立模板和绑扎钢筋 10天后 这节100米的引桥就将进行香梁的混凝土浇柱了 而在继续向海中间延伸的主桥上 这里的支架拼装和主蹲钢筋焊接施工也在紧张进行 据介绍 这座跨海大桥命名为南港海特大桥 全长884米 主跨是4个通行孔 每个跨近60米 施工上准备采用悬空的挂栏工艺 由于工艺较为复杂 海上施工又有诸多不可控因素 主桥的施工成了整个机场路南段建设的难点 也是关键控制性工程 目前为挂栏施工预热的零号块的施工已经开始 我们应该有个六个号块 它是由两个主动向中间合拢这样来做的 总共是240米 我们预计在明年年底的时候全部合拢 祥安机场快速路分北段南段和大凳导段进行建设 南段是其中最早动工的标段 长4.4公里 除了800米为路基外 其余全部设计为高架桥长3.6公里 采用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兼城市快速路标准 设计行车时速100公里 南段工程自去年2月动工以来 目前全线桥梁的下部结构已经基本完成 上部结构96连相良 已胶筑完成18连占19% 今年1至10月完成投资2.59亿元 占全省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3亿元的86% 总体进度比叙事进度略有超前 除南段外 目前正在施工的还有大凳导段 北段工程也将在年底动工 整条机场快速路计划2022年左右建成通车 首先它实现了一个从机场到大登到祥安到岛内这么一个连接工程 另外我们在规划的北段将连接到泉州 那边也可以高速直通机场 建立这么一个整个一个高速公路这么一个纽带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当前我是正实施2017至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每年计划重点培训5000名农业农村带头人 昨天下午2017年厦门市新型职业农民专题培训班结业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出席结业室并讲话 陈秋雄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人 必须培育一支本村本土爱农业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作为人才支撑 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抓好 务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实施 要坚持需求导向 开设都市休闲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生态农业 农产品电商营销 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等专题培训班 他希望学员们通过学习培训提高本领 成为乡村经营主体 正当带领农民群众转产增收的领头宴 据了解 为贯彻落实19大精神 我是针对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匮乏 今后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的问题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以理论培训 实地训练 参观学习和跟踪服务等方式 进行集中培训 重点教导新型职业农民经营管理 创业指导 品牌建设 质量安全 市场营销和电子商务等方面内容 并利用三农网12316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为农民进行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 及时解决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经济效益 现在农民有新鲜 经营者他有新鲜 一定现在农村要发展 要专产征收 新型职业农民起一个带头作用 让更多的人带更多的农民来创业就位 据介绍 我市计划每年重点培训 5000名农业农村带头人 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名新型职业农民 本台记者报道 由省委宣传部 联合省委教育工委 省文联等有关部门 共同举办的《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我们迈向新时代主题征集评选展示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1月5号 分为作品征集 评选 宣传展示三个阶段 其中 征集阶段持续到12月15号 征集类别包括对联 剪纸 灯迷 平面公益广告 手机摄影 融媒体 作品要求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福建特色文化 准确生动反映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思想性 艺术性 创新性有机统一 具体申报渠道 解稿日期 评选扶持棒 近日 住建部公布2017年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 我省共有九个项目获奖 获奖数里 获奖的数目的列居全国第一 其中 厦门获奖项目为自行车高快速路示范段规划建设项目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空中自行车项目 其了解 中国人居环境奖是由住建部于2000年设立的 全国人居环境建设领域最高荣誉奖项 今年全国共评审出综合奖两个 范例奖60个 近年来 厦门市创造性地提出自行车独立路权 多层次空间利用的建设理念 在厦门岛的地理中心架设起全世界最长 中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 厦门自行车高快速路示范段 该工程于2016年8月27号动工建设 2017年1月26号正式投入使用 路线全程约7.6公里 共设置出入口11处 衔接三个园区 五个大型居住区 三个大型商业中心 并与沿线的BRT站点 公交站和地面自行车站点接驳 全线共设置355个公共自行车停放车位 和253个社会自行车停车位 配备了自行车调度升降梯 项目采用桥梁高架形式 沿BRT桥布置 桥面划分三个区域 其中绿色为骑行区 交叉口的缓冲区为橙色 休息区为蓝色 自行车快速到仅供公共自行车和社会自行车使用 限制机动车辆 电动车和行人通过 出口设置智能识别系统 每隔200米设有视频监控镜头 各类警示标志和减速提醒设施 厦门的空中自行车道是完善厦门绿色公共交通的重要环节 在利用自行车快速到改善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方面 有示范作用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记者今天从市医保局了解到 我是将在医保管理领域 引入人脸识别核实身份技术 具体情况请小俊来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在医保管理领域 引入人脸识别核实身份技术 目的是通过这套系统来清除 只挂名不做事的墙上医生 提升医保监管水平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去了解 在全国医保监管中 发现了部分医疗机构存在强盛医生问题 也就是有些医生在定点医疗机构注册后 只挂名不做事 甚至不到现场上班的现象 对于这些医疗机构来说 一方面利用这些医生的 行业准入许可为病人看病 另一方面从利益角度 正是拼用一名医生 月薪至少在万元以上 而使用挂症一个月 只需要支付两到三千元 这一做法对病人而言危害很大 不但医疗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医保基金也容易被骗取 针对这一现象 我是医保部门与多家机构合作 在医保管理领域 引入人脸识别核实身份的技术 医生事先将个人信息与微信绑定 每天上岗前进入厦门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 通过朗读四位数随机验证码上传 之后核对数据库信息 在对比医疗机构的地理位置 以此来确定医生的有效身份 这套系统已经从10月31号开始 在武士的定点门诊部 卫生所 不含村卫生所和养老服机构 内设医务室中上线试运行 今后医师若未通过人脸识别核生验证 所开的处方将无法结算 多点职业的医生 可以在多个职业地点职业 医师在一个定点医疗机构 人脸识别验证后 授权有效时间内 无法在另一家定点机构职业 确保人在机构医疗会用的真实性 据介绍 目前全市共有320家定点医疗机构 2454名医生需要进行人脸识别 经过近半个月的稳步推进 截至本月14号 已有285家机构 1497名医生参与信息采集和认证 市医保局表示 对于不参与刷脸核生的定点机构和人员 将列为重点集合对象 对其数据费用进行进一步核实 下一步刷脸核生系统将正式上线 并推广到全市定点医疗机构乃至参保人 打造全新的互联网家医保监管模式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我是垃圾分类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 本月起 我是岛内开始全面推进农贸市场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运工作 提升市场环境卫生水平 目前是垃圾分类管理部门 已经对岛内所有农贸市场业主代表 进行了垃圾分类培训 岛内各个农贸市场也开始根据自身的情况 摸索适合各自条件的垃圾分类收运方式 努力让农贸市场也能更加的干净和整洁 走进镇海农贸市场 整洁的环境几乎没有任何异味 步入各个摊位 每个摊位内都至少有两个垃圾桶 一个装其他垃圾 一个装着厨余垃圾 就这样子两个箱 一个放菜叶 一个放塑料袋 这个没有放预体就行 被给了就是 这是不能回收的 这是不能回收的 我们另外装 等下垃圾车过来 我们直接拿给它 镇海农贸市场是岛内唯一一个 建在二楼的市场 只有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及时分类清允垃圾 才能让这个位置特殊的市场干净整洁 上个月底 镇海农贸市场管理组 开始从源头抓起 加强了对经营户的督导和宣传 镇海市场内99个摊位和店面的经营者 也都在上个月 和管理组签订了垃圾分类承诺书 承诺对经营产生的垃圾 按可回收物 除雨垃圾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进行分类 并将已经分类的垃圾 在类别放在指定位置 事先跟他们说警告一下 然后就是说 我到了明年这么一个 团队的细签合同这么一个约定 我就要考虑了 你能做到 我继续给你签 你如果做不到这一块 我恐怕就要考虑了 位于雨后南里的松柏市场 占地2500平方米 有159个摊位店铺 服务周边15万居民 每天产生的垃圾可以装满10桶240升的大垃圾桶 走进松柏市场 只见摊点整齐划衣 地面干净整洁 给人的感觉十分清新敞亮 市场的三个出入口附近 都摆着分类垃圾桶 正门口附近的大屏上 还滚动播放着垃圾分类的宣传视频 墙壁上也多处张贴着垃圾分类的宣传海报 市场管理人员给每个经营户 都配发了一个专门的厨余垃圾桶 再经过手把手的指导分类 目前松柏市场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分类率 农贸市场九成以上的垃圾是厨余垃圾 厨余垃圾由于含有较高的有机物和水分 容易受到微生物的作用 而发生腐烂变质现象 如果气质时间越久 腐败变质现象就越严重 会招致蝇蜀蚁的大量繁殖 变成疾病流传的主要媒介 因此对农贸市场厨余垃圾的妥善收运处理 是垃圾分类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岛内48个农贸市场都已经在开展垃圾分类 采取统车直运直收模式 由相关企业每天定时定点将集中收运的储余垃圾 运送到储余垃圾处理厂 本台记者 记者红是旅发委了解到 我是今年已经全面启动 全域旅游品牌创建工作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力争到2020年 全市每年接待境内外游客将达到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达到1380亿元 今年起 我是已经全面启动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一方面坚持优化存量 促进本地特色旅游产品的推陈初心 例如 以鼓浪与深衣成功为起点 抓好A级景区创建提升工作 并策划争取将厦门方特127 和吉美学村 吉美熬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等景区 打造为5A级景区 另一方面 努力扩充增量 未来策划引进Discovery 探索极限项目 美国国际影视主题公园等一批 国际新型景区项目 市旅发为表示 为了让全域旅游成为厦门旅游新名片 我是将从产品服务监管等方面进行优化 进一步构建高端引领 多元支撑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一个是要增加 进一步增加产品的这个丰满度 第二个的话 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 第三个的话 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 争取在2020年 全市接待海来外游客 达到1亿人次 我们旅游收入达到了 1380亿人民币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副市长卢江来到市委党校 就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 做了专题讲座 卢江说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 是党中央提出的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现代医学科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融入全球健康产业发展新浪潮的需要 去年 厦门成为首批入围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 及产业园试点工程的城市之一 前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推进 厦门要加快建设健康医疗大数据步伐 普及健康生活 优惠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 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产业 满足市民对健康服务的需要 本台记者报道 第十届厦门国际动漫节 明天将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尾幕 新年动漫节首次举办了动漫游戏商务大会 并在今天率先拉开尾幕 动漫游戏商务大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的动漫游戏产业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将举办包括一带一路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峰会 二次元知识产权保护对接会 海外IP专场对接会 大师讲坛等十多项产业对接和交流活动 那我们今年特别举办这样的动漫节把它做一个商务大会 我们希望他能对商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更浓厚 吸引更多的商业伙伴 商业资源来这边聚合 我们今年引进了东盟17个东漫企业跟品牌 来厦门国际动漫节进行做对接 让一般老百姓看得到东盟国家的漫画作品的风格 跟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实质上在产业面能够有对接 能够产生双向的合作 副市长李辉岳出席大会开幕式 本台记者报道 93学社厦门市委2017科技论坛 今天上午开幕 来看记者报道 本次论坛以网络安全与发展为主题 内容涉及量子通讯 互联网安全有关政策解读与发布 互联网安全技术服务 大型会议网络安全保障科普等 论坛中来自潘建伟量子通信研究团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的多名专家 分别做了主题报告 市政协副主席黄培强参加论坛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事财政局了解到 我是近日出台相关文件 适当调整建设单位管理费 计取标准 完善待见机理约束机制 从现在起 又好又快又省地完成财政投融资项目 将得到相应的奖励 据了解 我是每年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达上千个 市本级财政投资达四百亿元 而项目建设单位 从项目筹建之日起 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 发生的管理性支出 就是建设单位管理费 一般用于人工等支出 这次适当调整建设单位管理费标准 包括基本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一千万元 及以下部分的计算标准调整为百分之三 提高0.8个百分点 清淤及吹田造地项目三亿元 及以下部分的调整为1.2% 提高0.2个百分点 大型桥梁项目五千万元 及以下部分的调整为2.7% 提高0.3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例如一个五千万元的大型桥梁项目 原本财政拨付的管理费是120万元 现在则提高到135万元 同时我市还将完善 代建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就是对投资额的控制 如果是基业投资 那我们就给奖励 如果是超过投资的概算 那就可以扩减建设单位管理会 第二方面是对建设的质量 如果是达到我们代建合同 要求的建设的质量 那我们在建设单位管理会上面 给予适当的奖励 近日由市财政局开发的 厦门市财政国库支付系统信用审查程序 正式上线运行 该程序与信用厦门平台对接 今后信用不过关的企业个人 申请财政扶持资金时将被拦截 据了解 财政国库支付系统信用审查程序 为双项审查 即市及各预算单位 通过财政支付系统申请财政补贴 奖励或补助时 系统自动审查申请对象 是否存在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为 并及时反馈各预算单位 存在上述失信信息的预算单位 不得提交相关资金拨付申请 同时市财政局审核相关资金拨付申请时 系统也将自动审查申请对象 是否存在上述失信信息 如发现企业个人存在失信行为 申请财政扶持资金将被拦截 今后财政资金信用审查 将进一步深入预算编制环节 我们的一些企业 他想从政府财政这边 获得一些扶持资金 那么他就必须是信用良好的企业 在这个经济生活中 要遵纪手法 这个讲诚信 然后讲诚信的人受到鼓励 然后失信的这个企业和个人的话 受到限制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是第三医院移动支付功能 正式上线启动 这也是我是岛外首家 启动移动支付功能的医院 进一步实现了岛内外医疗服务 平衡发展 功能上线后 持有厦门本市医保卡的岛外市民 也能享受就诊看病 住院不用再排队缴费的便捷 整个移动支付上面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预约功能 还包括病人的一些 基本信息的一些查询 包括在医院的检查 检验结果的查询 都能够得到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下期 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 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谢谢